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 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世界上 到底人活在这世界上有什么目的呢 那小时候常常问我妈妈说 为什么要读书 为什么要吃饭 为什么要工作 差一点就被妈妈打了 但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退休会 在这个聚会当中 特别在敬拜的时候 我听见了神对我说 我创造了你 我爱你 我要使用你 所以那时候神也让我看到 耶利米苏一章五节说 我为将你造在母户中 我已晓得你 你为出母户 我已分别你为圣 要你成为列国的先知 看我今日要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毁坏 亲户又要建立栽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人生啊 我的这一生是要来忽视神 所以我就开始努力读书 把过去没有读的书 都把它尽量的能够补回来 后来我当我的兵回来以后 工作了两年 上帝就呼召我来服侍他 于是我就去读了神学院 后来读了两个硕士 又读了一个博士 我是一个没有人生方向的人 我的人生是没有目的 也没有目标 但是因为认识了耶稣 我才知道人活在这世界上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来服侍他 来荣耀他 有一天早上我也看到 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 那段的圣经这样说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医好那些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有些人被囚啊 神要让他们出那个被囚的监狱 报告耶和华的恩怜 还有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让那个喜乐代替了悲哀 赞美医代替了忧伤 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的人生或许也跟我一样 找不到目的 但是今天我要把耶稣介绍给你 因为祂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耶稣对我说你是属于我的 愿这句话也成为耶稣对你们所说的话 平安 也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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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主耶稣而死 因主耶稣而活 福音是名是我唯一 在住 胡朝面前 我永远不后悔 即使无人相见 这路 我却选择跟随 住地狮子家 我愿跟随到底 明白主心意 只需你指引 直到使命 却因你而成就 住战生死往生过一切 唯有耶稣 使我不放弃 依靠这星星 勇敢前进 我的生命 如今属于你 我愿跟随 我愿意 我愿意 我相信当你认识了耶稣 你就能够找到 因为就像我小时候 我听到神说我创造了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第三 神也要使用你 不管你在各行各业 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祂都要使用你 今天耶稣也要对你说 祢是属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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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这星星 勇敢前进 我的生命 如今属于你 唯有耶稣 我愿遵守到底 不再有我 但为耶稣而活 不再有我 但为耶稣而活 我愿以做 我愿意 弃인이 不再有我 我愿意 不再有你 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